《狮子彩蛇》 混龄时间,今天我们欣赏一个雕塑作品《狮子彩蛇》 它的创作者是法国雕塑家安托万·路易·巴黎 我们在第34集的时候介绍过它的一个作品叫做《作诗像》 现在保存在奥赛博物馆 那面前这尊作品叫做《狮子彩蛇》 表现出运动力量和冲突,也是它的杰出代表作 现在保存在巴黎·鲁夫公博物馆 安托万·路易·巴黎的主要成就在动物雕刻 它对于动物形态解剖有深刻的理解和研究 它常到动物园写生 据说当时还很年轻的罗丹 常看它的作画和雕刻,对它也十分的崇拜 另外巴黎和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罗瓦也是好朋友 它雕刻的动物很受德拉克罗瓦的赏识 下一集是《混凝时间》的英语特别节目 《混凝时间》,法国巴黎 《混凝时间》,法国巴黎和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罗瓦的赏识